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733集 一模族和人族不一样 其地位等级极其的森严 就如同血兽一般 在血兽世界里 拥有高等级血脉的血兽 哪怕暂时修为不高 也依然会受到其他可怕血兽的尊敬 而得到魔王一波的骷髅舵主 就相当于是一模族中的王一般 即便是摩卡拉这等远古一族见到 也不敢放肆 这是一种烙印在他们灵魂中的观念 不容打破 当然 这事也和摩卡拉有些愚钝有关 秦晨也能感觉到 这摩卡拉的实力虽然十分的强悍 可是脑子似乎并不是很清楚 有些愚笨 也不知道是因为本来就如此 还是因为受伤太重 又或者是沉睡了太多年的缘故 骷髅舵主一招手 摩卡拉顿时来到了众人面前 他有些饥渴地看了秦晨几人 就如同快饿死的人 看到了美味佳肴一般 恨不得将秦晨他们一口吞下去 这位是秦晨 乃是我一魔族的友人 而且未来必将是我一魔族的大人物 还有这三位是秦晨的女人 将来他们的地位必然在摩卡拉前辈你之上 骷髅舵主低声道 不可能 摩卡拉冷笑 他敬重骷髅舵主 是因为骷髅舵主身上有魔王的气息 可是这几个人类的小子 何德何能将来位置还要在他之上啊 能沉睡在这宫殿遗迹中 他在一魔族中的地位 还要在曾经的骷髅舵主之上 属于一魔族真正的高层 秦晨 你把你脑袋中的东西给摩卡拉看一下 骷髅舵主冷笑了一声 秦晨知道骷髅舵主指的是什么 微微催动金色寄生种子 他脑海中顿时散溢出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本来秦晨刻意之下 摩卡拉很难窥察到秦晨的脑海 如今 秦晨主动释放之下 那金色的种子气息瞬间被摩卡拉捕捉到 摩卡拉脸色大变 血色的双瞳死死地盯着秦晨 仿佛见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 身上的气血瞬间不安定起来 秦晨寄生种子 他嘶吼出声 看着秦晨的眼神立即变得不再那么凶恶 而是带着禁锐 带着弓箭 寄生种子 义魔族混沌魔朝所诞生 万分的珍贵 这等宝物 绝对是普通义魔族人能够得到的 在摩卡拉那个年代 往往只有义魔族最惊天的天骄 那些拥有高贵血脉的义魔族贵族子嗣们 才拥有植入寄生种子的资格 一旦植入了寄生种子 他们的实力将会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最终无疑都会成为义魔族最顶级的大人物 这样的人物正如骷髅舵主所说 将来的地位必然在他之上 这是毋庸置疑的 看着摩卡拉震惊而敬畏的眼神 秦晨心中非但没有喜悦 反而是更加的阴沉 虽然现在寄生种子能给他带来不少的好处 可寄生种子越强 秦晨心中反而担忧就越深 不止秦晨有 他也有 呼噜多鼠又一指幽千雪 摩卡拉急忙看向幽千雪 相比秦晨 幽千雪的灵魂力就要弱了许多 因此根本不需要幽千雪刻意释放 摩卡拉的灵魂力便隐约地感应到了 幽千雪脑子中的寄生种子 脸色顿时再度露出震惊之色 银色寄生种子 虽然相比秦晨的金色寄生种子要差了许多 但是银色寄生种子在异魔族同样珍贵万分 非王族不能享用 摩卡拉看着幽千雪的眼神也变了 不再赤裸裸 而是带着恭敬和凝重 姬如月和陈思思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不明白秦晨和幽千雪到底有什么呀 能让这一魔族的远古强者如此震惊 你想要吞噬强者恢复实力 其实不必着急 过一会儿有的是机会 秦晨看着摩卡拉突然说了一句 一丝冰冷从他的眼底悄然掠过 呼噜多主 我们走 片刻过后 秦晨打开了时事禁止 一行人迅速离开了此地 知道了飘渺宫的目的 秦晨一行人迅速地朝着宫殿深处掠去 路上 秦晨忧心忡忡 从商务纪几人的举动来看 这群黑衣人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将各大势力的强者 全部吸引到这宫殿遗迹中来 然后再寻找天赋足够的强者 进行灵魂夺舍 先前这宫殿中所谓的考核 表面上是远古时代 对一魔族天才的考核 但是到了这里 却恰好成为了黑衣人寻找目标的考核 执法殿那群黑衣人 想要夺舍的武者 肯定不会是普通人物 应该至少有两个要求 第一 必须是各大势力中 有足够势力和身份的 第二 实力不弱 经历过古鱼界考核之后 起码有一定希望 能够跨入到五帝境界的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武者 他们才会夺舍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否则的话 若仅仅只是为了夺舍 先前那两名黑衣人 完全有机会夺舍 物隐门和归原宗的另外两名武皇 可是 他们宁愿不夺 也要将目光 放在自己和骷髅舵主身上 由此可见一斑 想想看 如果各大势力顶级武者 都被这一圈黑衣人夺舍了 再加上飘渺宫在后面 届时 各大武者 在古鱼界中的强者 生死完全将由他们掌控 甚至一旦离开古鱼界后 各大势力 也将会被他们安插进 一颗颗棋子 想到这里 秦晨便内心冰冷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只不过 现在秦晨也不知道 这些人究竟在哪里 只能像一头无头苍蝇一般 到处寻找 对了 那摩卡拉或许知道什么 想到这里 秦晨当起向摩卡拉询问 子弟 本是我义魔族 一座传承圣殿 传承圣殿 共有三千传承 原始我义魔族天才 进行测试考核的地方 后来因为一场动乱被毁 变成了一个监狱 而我等便是这传承圣殿中的看守者 此地是一个监狱 秦晨他们大吃一剑 这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没错 原本此地关押了诸多一魔族穷雄极恶之辈 后来此地因为和另一届接近 便被放弃了 但传闻在这监狱的深处 依旧囚禁着一个极其可怕之物 摩卡拉的脸上 露出了疑惑和惊惧之色 是什么呀 骷髅舵主好奇地问 能让摩卡拉露出恐惧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秦晨的目光一闪 摩卡拉所说的可怕之物 会不会和自己施展 乾坤造化御蝶的时候 感受到的那股可怕召唤力量有关呢 看着摩卡拉 试图寻找答案 我也不清楚 摩卡拉摇头 他晃了晃脑袋 太久远了 很多东西我都已经忘了 根本想不起来 那前辈又是如何在沉睡的石棺中 苏醒了呢 还有 先前我看到 有不少人族尸体在此 又是怎么回事 秦晨又追问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摩卡拉皱眉 想要去想什么 可是突然间嘶吼起来 脸上露出了万分痛苦的样子 一道道灵魂力量 在他的身上起伏 痛苦万分 不行 不行 根本想不起来 本部为什么会沉睡在这里 为什么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摩卡拉痛苦地嘶吼着 一拳一拳地轰在石壁上 顿时石壁通道轰轰地轰鸣 不断地震颤 无数的碎血掉落 脆弱不堪 摩卡拉前辈 既然想不起来 就不要想了 库罗多主师声道 这个话题似乎让摩卡拉 陷入到了某种混乱状态中 一旦对方发起疯来 那就麻烦 怎么能不想 这时秦晨突然立合一声 这里面一定有古怪 你仔细想想 为什么会沉睡在石棺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圣殿深处的东西 又到底是什么 你仔细想想 主人 库罗多主急忙传音给秦晨 摩卡拉的灵魂现在十分的躁动 他再这么想下去 摩卡拉会疯的 一旦灵魂陷入到混乱 解释将六亲不认 我们根本说服不了他呀 就是要让他灵魂混乱 秦晨低沉地说了一句 眼神就像是在发光 格外的刺目 你们几个 退后一些 秦晨对着忧千雪三人说了一句 然后双眸之中 如同一个万花筒 在疯狂地旋转 死死地盯着摩卡拉的 你再想想 究竟为什么会沉睡 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慢慢想 不着急 秦晨的声音温柔无比 带着思思蛊惑之意 已经用上了万神觉的灵魂祭灭之术 他再诱导摩卡拉 我为什么要沉睡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摩卡拉抱头 痛苦万分地死后 无数的黑色魔剂 在他的脸上凝聚出来 如同扭曲的蚯蚓 轰轰隆隆地 一股股恐怖的灵魂风暴 从他的脑海中 疯狂地冲击出来 激如月三人 已经退得远远的了 可是 这可怕的灵魂冲击 依旧是不停地席卷而来 三人的脸色苍白 一退再退 眼眸之中 满是惊惧之意 秦晨到底在做什么 激如月的脸色发白道 他们已经退出了 上千米的距离了 在这个距离上 灵魂力的冲击 已经无数倍的削弱 可是 依旧是难以承受 而秦晨 就位于灵魂冲击的中央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呀 陈尚 一定有他的用意 幽谦雪沉胜道 那到底是什么用意 他现在 不是已经控制住了 这摩卡拉了吗 做事让这摩卡拉发疯 岂不是功亏一快 陈思思 皱眉说道 控制 不 根本不算是控制 幽谦雪沉胜道 陈少刚才 只是骗住了那摩卡拉而已 要说控制 差太远了 或许 他是想真正地控制住那摩卡拉 主人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骷髅舵主也是一头误事 无法理解秦晨的目的 永夜 过会儿我施展灭魂印 你协助我 秦晨传音的 目光阴了 正如幽谦雪所说 秦晨现在是想彻底地控制住这摩卡拉 摩卡拉先前之所以信任他们 是因为骷髅舵主和寄生种子 可是这传承圣殿中难道只有摩卡拉一个异魔族吗 一旦有别的异魔族出现了 信任了飘渺宫和执法殿的人 到时候摩卡拉一定会有所察觉的 一旦摩卡拉反应过来 那他们就危险了 先前是因为摩卡拉的灵魂力太强 他根本无法弄意 可现在 看到摩卡拉陷入混乱之中 立即就抓住机会 一定想起来的 想得起来的 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秦晨不断开口 双瞳有道道迷蒙的光芒闪烁 带着诱导的声音 逐渐渐渗入摩卡拉的脑海 弥漫入他的灵魂 摩卡拉的眼神露出了一丝迷茫 库罗多主赫然地看到了一眼秦晨 主人竟然是真的想要奴役摩卡拉 这简直是找刀尖上跳舞啊 要知道 摩卡拉的灵魂之力 比自己都要可怕上许多 虽然不知道主人的灵魂力究竟有多强 但是比起主人 摩卡拉的灵魂力那绝对要更强的 即便是在重伤的情况下 也绝非一个小小的人类武皇能够奴役的 可秦晨却这么做了 这种情况真的能奴役吗 永烟 还愣着干什么 秦晨低声喝了一声 库罗多主瞬间反应过来 嗡的一下 他和秦晨这么长时间了 早就配合得十分熟念 虽然内心忐忑 但是还是咬着牙 第一时间释放出了自己的灵魂之力 哄的一下 一股可怕的灵魂风暴 瞬间席卷而出 与摩卡拉的灵魂之力冲击在一起 砰的一下 库罗多主的身躯狂震一下 脸色惨白 摩卡拉虽然刚刚苏醒 可是灵魂之力还是比他强大太多了 两股灵魂之力在虚空中混乱碰撞 库罗多主的脑海瞬间震震眩晕 灭魂大法 库罗多主怒吓 他好歹也是一族的魔君 岂会一点手段都没有 煞时间 他的灵魂力化作了一道尖锥一般 刺入到了摩卡拉的脑海中 你们在做什么 正陷入痛苦中 灵魂混乱的摩卡拉遭受到如此攻击 神情瞬间清醒了一分 木的醒悟了过来 顿时惊怒大后道 库罗多主分明在进攻他的灵魂 摩卡拉 你灵魂混乱 显然是被人封印了灵魂记忆 我们是在帮你 还不快快地敞开灵魂 让我等破开这封印 骷髅多主 面不改色地冷喝了